走完HomeSense 我們走走這間TK Max 它有很多家品買的 我最喜歡在這裏買廚具 上一次我在這裏買了一些LC用品 比香港便宜很多 我想很多香港朋友都一定有興趣看 我們又進去看看 一進來我當然是看我最喜歡的廚具 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我經常會來這裏看看有沒有Lucoset的正貨 例如好像這個茶壺 其實在買大概不需要13磅 為港幣都是百多元 如果在香港的百多元 可能連一隻杯都買不到 在這裏的價錢便宜很多 我早前在這裏買了幾隻水杯 還有幾隻咖啡杯 其實它的水壺、煲等等都很便宜 我看它每個星期都有不同的貨幣 這個水杯都是7.99一隻 咖啡杯是4.99 大家有數得計了 真的很便宜 當然在這裏我們經常都會用到焗爐 當然是買一些焗盤 因為Lucoset是出名容易清洗的 而且它們比較耐熱一些 全熱亦都比較快 來到這裏我當然要買回家用 以前在香港其實我不捨得買 雖然Lucoset在香港偶爾都會大減價 但每一次大減價都會排長龍 我是一個比較心急的人 而且我很怕浪費時間去排隊 所以當時我也沒有特別去排隊買 我有些朋友去旅行的時候 都會在歐洲買一些帶回香港 不過說真的 當時我也覺得它們挺傻 因為Lucoset很重 如果這樣拿回香港有機會打爛 所以我從來都沒有這樣做 現在難得來到英國 我就可以順理成章在英國買 英國用 其實除了LC之外 這裏我看到有些類似的 另外一些牌子是歐洲製造的 都是瓷器 可以用來好像Lucoset 烤東西、煮東西 那價錢都是比較便宜的 所以我都會買一些回去用 希望遲些可以教大家煮菜的時候 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另外我發現這裏的廚具都不錯 價錢也是比較便宜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這裏尋一尋補 那都是和大家說回 我沒有收廣告費 純粹是個人覺得值得 所以叫大家來看看 和大家說一下歷史 TK Max在英國第一間是1994年開的 到現在 他連同他的姐妹店 Homesense 總共有450間 除了英國之外 其他歐洲地方都有他們的分店 例如德國、波蘭、澳洲 周圍都有很多分店 所以他們的規模都相當大 他們也買很多不同的品牌 因為去貨很快 所以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新貨 那我就很喜歡看一些酒杯 無論是紅酒杯、威士忌杯、水晶杯 全部在這裏買都是很划算的 像我現在看這套一套六隻的威士忌杯 它們是水晶杯 都是賣十幾磅 是便宜過13磅 即是為港幣大概是$150 有六隻 真的很便宜 還有一些是喝香檳的 我有時都會看看 雖然我自己本人不喝酒 但我老公很喜歡喝酒 還有有時拿些美麗的杯 和朋友聊聊天喝兩杯 都特別覺得chill 有些品牌在香港也挺有名的 但在這裏就比較便宜了 還有這個醒酒器 就是人們用來喝紅酒的時候會用到的 我看它的價錢也挺便宜 其實老實說我不是很懂喝酒的 不過看到水晶這麼美 我都忍不住要看一會 其實除了酒杯之外 這裏還有很多日用品賣的 連一些三副鞋物都有 我們認識的牌子都有不少 像一些Adidas的波鞋 這些波鞋其實是一對小朋友的波鞋 都是17磅不用 不需要港幣200元 還有一些Champion的波鞋 所以大家來到也不需要太擔心 說找不到一些日用品 之前也有些女士說很擔心 例如來到買不到一些內衣 但我看到其實也有我們經常看到的牌子 尺寸都適合我們亞洲人用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太擔心 來到英國 我們生活沒有那麼忙碌 又多了些時間 如果有空閒的時候 大家也可以做一些運動 這裏也有很多運動用品 我建議大家有興趣也可以來看看 我發現 英國這裏也有很多防水用品 以前在香港 通常很多用品都是Water Resistant 但是來到這裏 有多少用品都是Waterproof 小肥肥 接下來就參加了一些暑期活動 在野外的活動玩的 我都可以買一些Waterproof的用品給她 因為我聽聞 這裏的小朋友都玩得很激 又會下泥騰 所以教練也跟我們說 盡量買一些防水的用品 例如背囊、風衣、鞋 讓我看看這裏有沒有東西適合小肥肥 頭髮長得很快 我看這裏有很多東西 它有不同種類 大家可以看看 有沒有適合用的東西 可以買回家用 老實說 家品來說 其實我看英國隨處都找到 並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難找的 之前我都擔心小肥肥的頭髮長得很快 如果在這裏找剪髮的店 不知道是不是很難 不過我看到原來 他們都有一些非頭髮的跑可以買的 不過就要研究一下怎樣去用了 我想我都要回去跟它商量一下 看看它會不會讓我做白老鼠 試驗一下幫它飛髮先 其實以前我在香港很喜歡買東西 差不多是出了名的購物狂 買的東西多數是些luxury的東西 又會買一些比較貴的高跟鞋 手袋、衣服 有時候都不知道為什麼 總而言之就是一看到有些漂亮的東西 或者有同事買了東西之後 自己就會去買 其實心態上我覺得不是很健康 當時買了純粹是因為工作壓力大 好像買一些東西哄自己開心 實質的作用就不是很大的 有時候還會買一些很無謂的東西 就是可能幾千元買一雙耳環 或者買一隻戒指 用來搶衣服 其實來到英國我發現 以前買下的東西來到這裡不是很適合用 我看到這裡的人他們的生活是比較簡單 他們喜歡逛街買的東西 都是一些日常用品 或者是有需要用的東西 我有時候會想回 以前我們在香港的生活 其實是不是開心的呢 不停地去買東西 是不是可以填補到那個心靈的空虛呢 來到英國短短兩個月的時間 我的家當又未來到 我發現其實人的生活是很簡單的 不需要很多物質 只要一家人一起生活 開開心心簡單簡單 就已經很足夠了 當你很辛苦地去賺錢 然後把那些錢去買很多物質上的東西 這種生活 其實是否大家覺得很開心呢 以前我會覺得 以前我會覺得 總而言之 找得來便洗得去 那洗錢有少少洗腳不抹腳感的 反而現在來到英國 因為暫時沒有工作 我又沒有說有什麼特別的物慾 就算買的東西 很多時候都是生活上需要用的東西 那我覺得這麼簡單的生活 反而人是開心了輕鬆了 好像沒有那麼多負擔 即是不會覺得 因為要買很多東西 要賺很多錢 總而言之 夠生活 住的空間夠 可以多些時間陪下家人 其實對於我來說 已經是覺得很開心了 那這個就是我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在英國的生活 我發現是沒有香港的生活那麼急速的 這裡的人的步伐都是比較慢一點 大家都是好像慢條私利一樣 好像是享受的生活會比較多 我試過在店裡排隊給錢的時候 看到有一個婆婆在收銀員那裡查詢一些東西 當時只有一個收銀員 但一條隊也有兩三個人 我看看他們 其實他們會很耐心地等的 就不會像香港那樣 香港這個時候可能已經有人說 有東西問就走到一邊 或者有沒有其他人收銀 其實這裡的人都是習慣等一下的 不會說有一些很不耐煩的表情 那久了我慢慢都會習慣了 其實就不需要那麼急速的 所以人就會輕鬆了 你的人的心態上就會放鬆一點 走又沒有走得那麼快 反而生活的壓力沒有那麼大 那脾氣又沒有那麼暴躁 那家人相處又會開心一點 所以我真心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有時候為了生活賺很多錢 很急速 其實是為大家想要的東西 來到英國 大家可以嘗試融入他們的生活 教慢自己的步伐 那就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自己的生活 因為其實在香港工作了都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大家都為了生活奔馳了十幾二十年 難得來到英國 大家香港人就不需要再那麼急速了 可以好好地嘗試融入英國的生活 和他們當地人一起努力 希望各位香港人都可以加油 那如果有問題或者有什麼分享 我也很歡迎大家可以留言給我 或者可以在Facebook和我聯絡 那之前就和大家在其他的影片裡 都有帶大家去看過電器家品 那如果大家有什麼是有興趣想看的 那我也歡迎大家可以告訴我 那當然我如果有些新發現 或者有些我覺得值得推介的 我都可以告訴大家 那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私信我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 香港人互相幫忙 互相為大家加油 那香港人一定要努力加油 多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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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多謝了 我希望大家可以去看看 按下小鈴鐺 拜拜 氏 氏 氏